武漢肺炎的疫情 昨天下午 指揮中心公布新增了二十例之後 晚上再宣布增加了一例 使得累積確診 來到了兩百一十六例 而案兩百一十六 是某大學法國級的研究生 是案八十四的接觸者 他在居家隔離期間發病 昨天確診 而目前該學校相關的接觸者 都已經居家隔離之外 這個學校有二十門課 從即日起要改為遠距教學 國內武漢肺炎確診病例數二十四號下午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新增二十例後 晚上再增一例 是北部三十多歲的法國級 男性 原列為案八十四的接觸者 居家隔離期間在二十號出現發燒 咳嗽等症狀 昨天確診 那這個是原來他是跟案八十四 是一個法級的一個男性 那他是他的接觸者 是某大學的一個研究生 這個個案是在二月 應該說他在三月十七號 是最後跟這個他這些同學 同學接觸 那到三月二十號發病 所以中間其實是有大概三天的時間 就是說他發病前三天才跟 有跟這些同學接觸 那三月十七號之後 他就去就去這個居家隔離 就沒有再跟這些同學建議 指揮中心匡列 這名學生接觸者有二十九人 目前學校相關接觸者 進行居家隔離之外 另外這幾位師生休息 和教授的課程共有二十門 休課人數總共九百多人 幾日起到三十一號 改為遠距教學 那這些學生他們所上的課 我們總共有二十門課 那這二十門課 我們都已經用簡訊立刻的通知了 上課會影響到的學生跟老師 那請他們能夠在家自我健康管理 然後不要來學校上課了 那我們的課程呢 也會改才遠距的方式 讓這些學生可以學習不中斷 截至二十四號為止 國內確診累計兩百一十六例 而昨天新增確診當中 又新增一例幼童 年紀只有五歲 三月十一號到十九號 是去土耳其 十九號入境 那二十一號才發生 土耳其的這個時間比較長 他的這個當然他的這個感染的風險 應該比較高 另外也出現印尼籍確診病患 則是來臺工作的移工 第一天到臺灣就在入境時 檢測出陽性反應 在入境的時候 那有查到有這樣的陽性的反應 那當然也是送隔離治療 另外針對中國湖北省政府宣布 從二十五號零點起 武漢市以外地區解除離二通道管控 武漢市也將在四月八號解除封城 陳時中表示返臺比較辦理 一律落實居家檢疫十四天 既然他如果不封城 那大家回來 基本上我們當然會對這些有助記的人特別注意 會照著一般回國居家檢疫 這樣的一個措施來走 指揮中心公布 目前居家隔離人數有四千五百人 居家檢疫則有超過七萬八千人 至於隔離及檢疫期間發放一千元補償金 三月二十三號開放線上申請 效期兩年 強調違反居家檢疫規定 在外趴趴灶 或受隔離期間有領薪水者不得領取 記者綜合報導